请看一下在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 好亚洲确实还是有些微的增长 进口的值 然后中国大陆是增加的 如果我现在来去看台湾升级为COVID-19三级警戒 这个时候可以发现有看到吗 这个是所谓的地区是亚洲 它从67.6%增加到75.6% 那是不是增加了8个百分点 而且其中这个中国大陆的增加是最明显的 可以吗 很高兴 我们上次了 就是这个顶部 做这个顶部 那么一会儿